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现在要不是逃不掉 没想到刁爷我竟没到这般田地 可惜无福消瘦了 不过刁爷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好抢的哦 祖师下一任的继承者 刁爷就在这儿等着你了 小哥 少喝点儿 别喝了 走开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喝不喝酒还有什么关系 你们不是废人 卑鄙的人是林浪天 别说这个名字 是林浪天在招数里下了黑手 一招废了你的武功 出去 小哥 我 冻儿 你 为什么天会变成这样 天明明就是最强者 天天原静 天原静 好样的三弟 能不能回那族 就全看你的吧 他 废物儿子 都是他把害得我们没能回那族 我们去打他 打他 不说 我竟不是废物 你 林浪天下了黑手 恐怕 我经脉都废了 还练什么武 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年 可彻底废了武功 还似乎是什么人家的天才 这些灵药 对三弟也没什么用 不如就让给小辈们吧 他要走 就随他去 简直不见了林浪天 我 我不许你们侮辱我爹 还敢回嘴 我偏说 老子是废物儿子也是废物 就这个家伙练到现在 连通辈群一响都打不出来 把他们赶出去家 嗯 杀 那是因为林浪的灵药 全被你们抢去了 废物还想什么灵药 啊 闭嘴 叔父整天酗酒 疏于管教 只有我们来教教你了 一家子废物 你们给我闭嘴 你们给我闭嘴 啊 活该一辈子被人打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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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努力 都還是別人眼中的廢物 我 真的是個廢物嗎 廢物的兒子也是廢物 我已經是個廢人了 族筆是靈世宗族最為重要的大會 每一次大會 都是族內年輕人名揚天下的最佳機會 如若闖進前十 不僅有豐厚的獎勵 即便是外族之人 也會被無阻礙地升為內族之人 下一個上場的 那是你兒子 全子林孝 希望他能進入前十 讓我們重回到林家那座 來 東兒 爹爹要上場了 你跟著母親 來 爹爹加油 林氏外族 林孝 爹爹加油 這小子是誰 就憑他也想打敗我三爹 你們還不知道嗎 那可是整個大炎郡的傳奇人物 林郎天 他十岁突破脆体九重进入地缘境 十二岁进天缘境 十五岁体内元气阴阳交态 体内结单进入元丹境 天赋一表无人可及 真的假的 赐驾了 这小子什么态度嘛 三弟 给他这颜色瞧瞧 嗯 爹啊小哥 还敢打着凌家的旗号说自己是天才 外宗的废物 不好他要下黑手 啊 棒棒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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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是哪儿 我的伤口 都愈合了 这 这是什么 哎 奇怪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会进到我的手里啊 那 谁啊 哎 哥哥 清潭 你怎么来了 哥哥 凌珊那个坏蛋今天是不是又欺负你了 没事的 清潭 凌珊他们太坏了 总是一多气少 爹爹又不肯教你练武 害得你一直打不过他们 我真的没事 你看 我都没受伤 那 真的 当然了 哥哥从来不骗你的 林莽叔叔的两个儿子太坏了 林山野蛮 林虹狡诈 成天欺负人 其实以前 二伯和爹的关系最好了 罢了 不说了 爹今天怎么样 又喝酒了吗 没关系 我明天就去山上采点灵药 一半给爹爹恢复功力 一半给哥哥修炼 让哥哥尽快打过那个坏蛋林山 清潭真鬼 那就快点回去休息吧 清潭睡不着 哥哥陪人家玩会儿嘛 清潭要听话 你本来就是冰寒体质 身体不好 更要好好休息了 就玩一会儿 玩一会儿嘛 清潭 别闹了 我们玩装迷藏吧 你都几岁了 别跑 那 我们比赛去走梅花庄 天天黑了别出去 哥 你怎么这么笨 连我都抓不住 看我抓住了 不打你听过 站住 别跑啊 清潭乖 哥哥修炼了一天 很累了 好吧 那哥哥早点休息 嗯 快去睡吧 我得尽快弄明白 这是什么东西 搞不清楚这件事 我今晚不睡觉 什么做梦都能看到手里的图案 怎么做梦都能看到手里的图案 原来是块漂亮的石头 原来是块漂亮的石头 这些符文是什么 这 这是什么地方 这 这是怎么回事 这 啊 我去想 我想 年龄去 那是个地方 就是什么 不说的 你不要打扰了 这些符文是什么 哪是什么 这些符文是怎么回事 这些符文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 燃 竟然這光影能打出十槍都沒決 剛才我好像也催體散衝了 難道 再來 再來 我 我夢遊了 那光影 十槍通被拳 啊 難道是這個石斧 幹什麼 快放手 啊 清坦 嘿嘿嘿 麗珊 你不要太過分了 嘿嘿 這株赤羊草 我們昨天就發現了 只是等著今天來哪兒而已 你把我們的東西給拿了 還是我過分 你不說 清坦 你還是把吃羊草給我們吧 你在這裡大喊大叫的 一會兒林道內廢物該趕來了 不過他來了也好 上次我們還沒打過癮啊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不許你欺負我家哥哥 他又不是你親哥哥 你護著他幹嘛呀 嘿嘿嘿 就是啊 快把吃羊草給我們吧 吃啊 吃啊 拿來 拿去 真乖 二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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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二少爺 你沒事吧 好啊 你這廢物 幾天不見膽肥了是吧 看來上次揍你揍得太輕 沒長什麼記性啊 林道哥 不要跟他打 吃羊草給他 我們不要了 清坦 別怕 我告訴你 今天 要 我要 人 我也要揍 那我也告訴你 今天 要我要 人 也要揍 啊 你想打贏我 痴心妄想 哥 我們還是走吧 想走 哪有那麼容易 啊 哥哥 你什麼時候 原來昨天晚上不是夢 脆 脆體四重 怎麼可能 前些日子 你才脆體二重 你 你什麼時候 要你管 哼 脆體四重流怎樣 廢物 終究是廢物 看看誰才是廢物 看看誰才是廢物 きた 妻想同背全 二少爺 你沒事吧 倒開 晃什么晃 竟然已经击响了 昨晚的修炼果然是真的 小子 你别笑着 退下 凌虹 哥 脆体四重 气想通被拳 不是你能挡下来的 临栋堂弟 看来藏桌许久了 小把戏 怎么入凌虹堂哥的眼 哥 这废物出言不训 我好好教训他一下 他眼里没个天高地高 没大没小 临栋堂弟在外打架惹事 三叔自然会训诫 轮得找你来管吗 差点忘了 三叔的武功被废 落得一身的兵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力气教训临栋堂弟了 废物 这一家子都是废物 哥 谭妹也在啊 真是越来越标致了 林山这家伙做事向来鲁莽 不过你若是需要灵药的话 只管来找我便是 赤羊草这种一品灵药 总归是太没档次了 你需要什么 尽管开口 我毕竟早晚是一家人 谁 谁和一家人 你还不知道吗 马上就是我们小辈的足笔了 等我在足笔中获胜 自会请爷爷将谭妹许与我 到时 我就是一家人了 灵药堂弟 替我照顾好我未来的媳妇吗 你们这些家伙 哥 别去 别 去他害怕 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嫁给这种魂囚 冬儿 童背拳能打出七响了 是 我也是昨天才 那很好 那很好 七响同背拳 你觉得可赢得了灵洪 赢 赢不了 知道便好 六年前 我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爹不希望你像我这样毁了自己 要想成为强者 就要像这儿竹子 稳固根基 叙事待发 冬儿 你天资过人 这些年是爹亏待了你 爹 刚才我打的那套掌法 你可认得 嗯 八皇掌 八皇掌乃二品武学 本想明年教你 但你进步神速 我这就教你吧 好 八皇掌不愧是二品武学 比通背拳强多了 等学会了 哥就教给你 嗯 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哦 担心我输了足笔 你要嫁给灵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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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青台 哥不会让灵洪如愿的 可是 我也不想哥哥受伤 灵洪可是脆体七重 脆体七重又怎么样 我一定会超越他 只要我还在 就没人能把你带走 你 我家哥哥最好了 青台啊 你不要总挂在哥哥的胳膊上 嗯 嗯 今天倒是听话 哦 怎么了 别碰我 你 是 是寒毒又发作了 没关系的 我忍忍就好 是 哥不怕了 哥这就带你回家 你 这石缚 可以吸收寒气 你 竟然凝结成了珠子 哥哥 寒气退了 嗯 好像是的 哥哥 你觉得好点了吗 嗯 好多了 谢谢哥 傻丫头 说这些做什么 可我的寒毒越来越重 如果害得你也 傻瓜 凭你这点寒毒 也能害到我 不是揣 我已经修炼出 能吸收寒毒的心法了 瞎说 嗯 嗯 连爷爷都说我这寒毒无解 哎 哎 你不信 那你看好了 天灵的影帝灵灵 神仙佛族 快显灵 麻咪麻咪 哄 哎 哎 你真能 哼 怎么样 美意骗你吧 哼 我家哥哥也太厉害了吧 嘶 静淡 这件事可别告诉别人 包括弟和娘都不要讲 好吗 嗯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 哼 哼 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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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鸡鸡 走 原力种子 这必是脆体第六种了 你等等我 快点 租别马上开始了 三弟 这次怎么舍得离开你那窝棚了 二哥 就为了 商养好了 想和小辈们过过招 终于舍得出来见我了 爹 对不起 爷爷 罢了罢了 总算没等我进关才采来 他还有脸来 今天是我林家家族祖笔之日 老夫也不多说废话 老规矩 祖笔为擂台赛 谁在台上坚持到最后 即为胜者为我林家最强巧辈 老师 来比一比 上坚持绝地强 来啊 哥哥 哥哥怎么还不来 好啊 好啊 大家都在买 手 很坚持 很坚持 provides 这光影完善的霸王杖 果然了得 催迪六重 不行 还不够 接招了 金山 果 果然还是哥哥厉害 可再有人与我比试 等等 还有我 哥哥 你怎么还不来啊 不知谭妹有何见交 不敢 我未来的媳妇好凶啊 谁要嫁给你 青谭妹妹不嫁给我 想嫁给谁呢 与你无关 瞧瞧这坏脾气 我喜欢 谁稀罕你怎么想 放心 我可舍不得打你 谭妹 承让我 承让什么 我还没输呢 好了 青谭 结果已输 本子足笔 胜则是 其慢 哥哥 爷爷 不知可否让孙儿一试 父亲 这不好规矩吗 足笔的规矩就是 但凡晚辈 皆有资格参加 多谢爷爷 一乱即使 怎么 三叔教训不了你 要我来 我倒想试试 凌鸿堂哥的身手 想取青谭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动魂竟然脆体六重了 这小子竟能与灵红对上那么多招 你居然脆体六重了 我倒是想看你了 哼 那你再看看这个 什么 九小通贝拳 十 十小 十小又如何 凭通贝拳之中给废物用的一瓶武学 也想赢我 哼 八方掌可不是你这么用的 你也会把王掌 而且 而且比你的厉害 是不是 不可能 你不够脆体六重 不可能 脆体六重 不只是你达到了脆体七重 脆体七重 还想娶我妹妹 这么多年来 你们奚落我爹 欺辱我和青谭 骂我和我爹是废物 哼 废物吗 我没日没夜的修炼 即使没有你们可以享受的灵药 即使没有家族武学的指导 今天我依然会超越你 祭拜你 你所有的欺压 敌仪 羞辱 我都已经切劳 忍下 化为动力 然后 加倍 奉还 你 你 不 难以知心的父亲 什么意义 胜负已分 本次足笔的胜者是 林孝之子 林栋 这是林家 雷家与谢家 现在雷谢两家已经定下婚约 抱团取货 想将我们赶出青阳镇 我们想要翻身 必须和他们联盟 狂刀武馆 没错 狂刀武馆 狂刀武馆位居青阳镇边缘 不太会理会我们三大家族的事 如何说服他们呢 我已派人去谈联盟之事 还在等消息 另外 还有一事 对 狩猎战 狩猎战 关乎家族荣誉 我们不能输 既然洞儿赢得了足笔 那这次就派他出战 这几个月 你们要全力帮助洞儿 提高实力 是 这次狩猎战 我们要做到万无一事 听说 听说灵家族笔的圣者是一个叫灵洞的小子 灵洞 什么路数 灵洪呢 无名小辈 侥幸赢了灵洪吧 灵洪 灵洞 灵猫 灵狗 不足为律 丽儿 丽儿修炼到地缘境了 地缘境英气已入丹田 和原力融合 这岂是那些脆体静的小子可比的 妙啊 妙啊 我会在狩猎战中 让灵家小子知道厉害的 我也会助利哥一臂之力 让姓灵的知难而退 火芒虎 这是这次的寿命目标 看来今天可要大干一场了 火芒虎可是相当于天原境的舞者 你们怎么可能干得了它 你们只需从它身上弄一块鳞片便可 灵儿 可别大意了 虽说半个月前你已经脆体九重了 带若蛮感是不会有机会的 是 爷爷 灵儿知道了 临阵天 好久不见哪 林家可将这次狩猎战的彩头 都准备好了 彩头还不都是为你雷家准备的 听说雷厉已经地缘境了 看来这次我们又只能做个陪客了 那这便是狂刀武馆馆主罗承 雷家家主雷豹 谢家家主谢迁 看来狂刀武馆这次也是有备而来啊 那是狂刀武馆少馆主吴云 嗯 什么 爷爷 我去一下后才去 不就打了一耳光吗 还哭哭啼啼的没完啦 一根项链而已 我堂堂谢家小姐难道还会借了不还 你这哪里是借 明明就是抢 这项链不像是你们凌家的 一定是聪来的吧 你胡说 这是哥哥送给我的 就凭你那废物哥哥 怎么可能有这么好的金珠项链 给我 不行 你放开我 放开他 清檀 你没事吧 哥哥 我还以为是谁 才收到你这废物 别紧张 不过是和你妹妹玩玩而已 小镊子皮还挺娇嫩 参加狩猎战的 不会就是你们俩吧 看来你们凌家果然是没人了 竟然让一个废人的儿子出马 行了 本事不大 脾气倒不小 姐姐我这是好心教育她 你打我 你竟敢打我 林栋 哥哥你没事吧 敢打我的女人 你小子活腻味了 他打了我妹妹 我打她 天经地义 雷利大哥 他太猖狂了 你会为你的话付出代价吗 你们倒是自在 在这里就切磋上了 比个赛还得长老来请 面子挺大呀 吴云 你别多管闲事 我再不管管闲事 清阳阵都快被你们当成自己家了 狩猎战即将开始 都随我上擂台 是 是 是 我再重申最后一遍 义方已上得到鳞片 则回到擂台 进行一对一的比试 圣者 则为狩猎王 狩猎战公平竞争 不得作弊 不得杀人 都听清楚了吗 是 好 狩猎战 现在开始 哥 刚才你打了谢盈盈 雷厉她一定会报复的 不用担心 哥不怕她 可是 雷厉是青阳镇小碑中 实力最强的 听说已经突破到地缘境了 地缘境吗 听爹说 地缘境比脆体静强的 可不是一星半点 哥 我们还是小心点的好 放心 只要他们不挑事 哥不会轻易招惹他们 雷厉大哥 怎么办 这狂猫虎兽的对伤 还那么难对付 也不知是什么妖兽 能把他伤得这么重 趁他残血 肉 快上 哥 怎么办 火麻火被他们先发现了 别着急 我们先看看情况再说 嗯 谁 清台妹妹 警觉性不错呀 是你 啊 啊 大胆 你们胆敢袭击我们少馆主 哎 那么大声干嘛 吵死了 清台妹妹的礼物 我收下了 油枪划掉的 哥哥 我们还是要小心他 嗯 看来你有所顾忌 还不敢出手 现在上去是自寻死路 嗯 嗯 若是我们联手 你觉得有几分胜算 嗯 我们去后面商量 你 在这儿守着 盯紧了啊 嗯 走 现在火麻虎的体力 已经被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 那四个人中 只有雷厉和谢盈盈值得一提 如果我们过去 先将那两个菜鸟制住 然后三个人 拖住雷厉和谢盈盈 一个人去偷袭火麻虎去灵骗 你觉得如何呀 计划倒是不错 那事成之后 事成之后 彩头我们两家评分 至于灵骗 谁得手便是谁的 你说话能算数吗 哥哥 我们不答应 哎呀 清台妹妹 方才你被人欺负 要哭鼻子的时候 可是我向你哥哥通风报信的 咱们能不能 有点信任 谁哭鼻子了 既然各凭本事 那就这么说定了 我同意合作 好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出去 干他们 快上 他已经不行了 把他宰了 不就取个鳞片 何必赶紧杀绝呢 哼 刚才没有教训你 现在自寻死路来了吗 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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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以为你是聪明人 没想到也是个蠢货 竟然跟林家练手 找死 聪明人 可不会这么快下结论 吴远 我来拦住雷利 你趁机冲回去 啊 什么 就你一个人 这小子真乱来 找死 先别管那老虎了 都护上 灵动这小子 竟然能和地缘进的雷厉对拳 而不落下方 切了 青檀妹妹 小猫咪 看我都帅帅 下 好 啊 得手了 啊 好疼好疼 什么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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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 骗 骗 呀 呀 下 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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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撤 呀 呀 呀 追 青檀 你送他离开 我去见影无缘 哥哥 你要小心啊 狩猎王狩猎王 怎么回事 狩猎王归我了 你们居然布了陷阱 你这是作弊 作弊又怎么样 我本想用他对付活猛虎的 可那畜生没有上当 倒是你这个畜生掉进来了 哈哈哈哈 可恶 你这么做 就算拿到灵片 也不能算是狩猎王 可惜啊 只要你死了 就不会有人知道我做了什么 你以为你们能玩得过我 放开他 怎么 特地过来收尸的吗 雷蒂 你别忘了 树莲山规定不能杀人 如果他死了 狂刀武馆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哈哈哈哈 他的确会死 不过不是我干的 是他 你 哼 哼 啊 吴云 这 这是 没错 这底下就是活猛虎的洞穴 活猛虎的厉害你也见识过了 下去了 必死无疑 你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淳祸 不知死活 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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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吗 你竟然跳下来了 君子一言 驶马难追 失败 来 放开 怎么办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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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还不回来 有人回来了 爷爷 诸位长辈 我赢了 丽儿 干得好 我家哥哥呢 各位叔叔 林栋与吴云为了获胜 竟然跳进了活忙活的洞穴 现在恐怕已经命丧黄泉了 你说黄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冬儿 冬儿不肯了这么做 可惜了 林家和黄刀吴馆 要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谁说我们死了 林家人回来了 是啊 是啊 不可能 你们怎么可能出来 哥哥 你没事吧 青檀乖 我没事 青檀妹妹 我有事啊 我的脚扭伤了 出来了又怎样 林片在我这儿 我已经是狩猎王了 我们不仅活着出来了 还带来了好东西 我们把活忙活带出来了 我们把活忙活带出来了 这 他死了 看来我们命不该绝啊 奇怪 这模糊好像想保护什么东西 这洞里有秘密 原来有幼崽啊 灵动 这一下我们可赚翻了 这幼崽很值钱吗 那当然 幼崽可是能被驯化的 长大了多厉害 你也见识过了 这真是福祸相依啊 正好两只 一人一只 看在你下来救我的份上 你先挑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 我要这只 这一只看起来病痒痒的 你怎么选它呀 可能是缘分吧 我看它顺眼 好吧 那这一只归我了 虎妈妈 放心吧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孩子 多谢你把我踹下山洞 我们才能找到火毛虎的幼崽 你们雷甲还真是不择手段啊 你少污蔑我 明明是你们成人之威 要不是我们消耗了母虎的体力 你们怎么可能得到 火毛虎的幼崽 爷爷 按照狩猎战规定 我拿到了火毛虎鳞片 狩猎王应该是我 彩头都是我们雷甲的 这个无赖还想占我雷甲便宜 火毛虎又财 狩猎王只有一个 既然灵甲和狂刀武馆的小辈 也得到了火毛虎的灵片 嗯 那就应该上擂台对决 不然这狩猎王的头像和彩头 可不好分呢 若不是雷厉他们将母虎击败 想必你们也无法得到火毛虎的幼崽 这事儿 今天你们也必须给个交代 交代 莫非你还想把幼崽要回去不成 我管你 这样下去事情可要闹僵了 要不这样 正好是要鄙视 我们就以鄙视定归手 谁赢 谁就带走幼崽 怎样 光明你一张口就想夺幼崽 天下间哪有这么好的事 我用铁木桩做抵押 铁木桩 嗯 好 如果你们赢了 那这铁木桩便是你们的 但若是你们输了 就得将火毛虎幼崽交给我雷甲 林振天 罗城 你们敢不敢接 竟然连铁木桩都押上了 哼 小儿大的 铁木桩可是雷家的生财宝地 雷豹竟然舍得把这个桩子拿出来 那他也是笃定雷利会赢 毕竟雷利已经是地缘境了 小配之中无人能抵 怎么 怕了吗 父亲 算了吧 你 你要干嘛 赢个铁木桩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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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铁家小子也只是个有勇无谋之辈 哼 都是些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正好让利儿活动活动筋骨 希望我是对的 那东儿应该不是一时铁木桩吧 爹 林栋平时性格一向沉稳 他应该知道雷利的实力 既然敢接下此战 想必有我们所不知道的底牌 东儿 林栋 我会让你输得一无所有 好 不愧是地缘境啊 好遗憾啊 好 三 三弟 你不是说 东儿才脆体九重吗 东儿 你所识得的银珠 所约含的银煞之气 至少达到了五等的层次 若能控制吸收 汇入丹田 与原力融合 定能突破到地缘境 不过这银煞之气过于狂暴 以你现在的实力 万不可轻易尝试 这 这臭小子 果然没那么简单 你竟然也是地缘境 哼 怕了 现在得意还早了些 凌尸赏 亚 呃 铃尸杀 还算有见识 呃 动尔竟然能跟雷丽正面硬扛而不落下风 这小子竟然把武学也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 不能再拖下去了 雷暴击 三瓶武神雷暴击 这可是雷家绝血啊 惨了惨了 火猫不怕是要让你哥输给姓雷的咯 哥哥 你助神保佑啊 灵动尼啊 火猫保证再也不撩妹了 够强 不够是三瓶武学 好了小子 该结束了 武学可不是光敌品鉴 一心二有 一手为权一手为权 这小子还真是个武学奇才 猪神显灵啊 不过刚才许的忌评只是随口一说啊 别当真别当真啊 认输吧 铁木桩是我凌驾的了 左梦 老子还没动真格的呢 雷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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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擂台比武 不是生死之战 雷厉丹 对我雷家而言 每一战皆事关生死 你们若是怕 就主动认输 爹 快让动尔认输啊 四瓶武学奔雷光 可是雷霸绝绪之一 雷霸 只是在下杀手啊 爹 再等等 等等 还等什么 奇异门印 这是足弊后 动尔从武学馆挑选的三瓶残品武学 如此难的武学 他竟然炼成了 可这武学只是残片 即是炼成 也只多只有一处 怎么可能挡得住 四瓶武学奔雷光 动尔疯了吗 林洞 你去死吧 这 这奇异印 不止是一处 小子 你挡不住的 秦门印 二冲 这 怎么可能 铁木桩 人家收下了 他 老三 你生了个了不得的儿子 雷豹 铁木桩交集之事 还仅在半月内完成 众目睽睽 你雷家不会不认账吧 雷兄息怒 你很快就要突破到小园丹静了 倒是别说铁木桩 整个青阳镇还不都是你的 跟我斗 好 我们走着瞧 走 来 来 哥哥 小颜真喜欢你啊 怎么长这么大了 刚捡回来时 是我的那只更强壮吧 我给他为了啥呀 一不小心就长这么大了 来啊 来啊 好像有马队离开了 你们家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雷家迟迟没有交付铁木桩 今天是最后一天 五月 替我照顾夏清潭 我也去铁木桩看看 太过分了 这都是雷家干的 不光会临 他们还会滴 雷家好手段哪 带人四处看看 损毁程度 是 这些混蛋 这领地算是全废了 再往深处看看 希望还有能用的地方 希望还有能用的地方 小颜 你去哪儿 你去哪儿 小颜 真是的 跑哪儿去了 这里已经很危险了 怎么了 你发现什么了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这地方好热啊 这地方好热啊 那些红色的光 到底是什么 铁木桥 这下面进入笔用笔铺 别乱跑 你到底在挖什么 这是什么东西 难道是这妖兽的妖鱼 喂别乱吃东西 你 哎呀 你 你这个大胃娃 还好没事 那些红色的好像是岩浆 这里不会是火山吧 难道这妖兽想吃这朵花 小颜 什么回事 只是想干什么 搞什么鬼啊 哦 哦 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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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儿不见了 爹您放心 已经在找了 连自己儿子都看不住 你不知道冻儿现在对我们林家有多重要吗 再去找 是 你 怎么回事 先别管他了 爷爷 爹 你们看 这是什么 杨 杨元石 那地方到处是岩浆 好像是个火山洞 火山 那可是杨刚之气聚集之地呀 杨元石一般不会单独出现 难道是 狂慢 冻儿 快带我们去那山洞 根本什么都没有吗 父亲 看来这次只是冻儿运气好 杨元石哪能那么容易找到 杨元石不仅吸收天地原力 而且还融入了杨刚之力 若能找到矿脉 老夫便有望突破到元丹境了 迎接着 奶奶 老夫便有望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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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夫 Ahí有望唸 爹 爹 这真的是杨元石矿脉啊 雷宝老狗 你这下可亏大发了 真是天佑我林家呀 此话当真 阎城突然出现的大量杨元石交易 确实与林家有关 看来他们真的从铁木桩里 挖到了杨元石矿脉 这等好处竟归了林家 让人如何甘心 我倒有个办法 趁着林家再去严惩交易的时候 我们 好 好 就这么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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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心吧 动儿心性沉稳 这次带他出来也就是让他长长见识 嗯 傅琪说得是 只是严惩人多眼杂 不免担心 也就一个时辰 他就要回来跟我们集合了 能出什么事啊 这 手脚都麻利点 这个 货人价值啊 您买一个 如上那儿 不吃飞 真不错 可万年爱着 你 不过都来 求求求求求 你大帅败了 奇物能 好 哇 黑铁刀 上好的黑铁刀呀 我跟你讲啊 我这黑铁刀可厉害啊 小品人一啊 可都是上品货呀 哎哎小哥 来来来来来来 黑铁刀 诶 买一把呗小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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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是严惩啊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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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 这不是拿来卖的 这可是二印扶石 铭刻骨符文的乾坤袋 你 你买得起吗 别跟这当我做生意 你等等 这乾坤袋多少钱 钱 拿四十八块洋元石来换 你有吗 洋元石啊 现在还真没有 不过 我倒是有几颗洋元丹 这乾坤袋由乾坤木制成 莫看它小小体积 但里面却能装下海量的物件 随身携带 能够免去诸多麻烦 这小哥 看上这块古墓了 这是什么啊 不瞒小哥 这是我好多年前 从一个外国客商手里收来的 只知道是一块上古神木的碎片 但究竟有什么用 我也没搞清楚 刚刚还有一位大小姐也看中了呢 你要想要肯出高价 我就卖给你 你要多少钱 嗯 二十块洋元石 洋元丹可以吧 当然可以 那 这块神木是我们家小姐的 可探到了什么 您家 您家果然是去严城贩卖洋元石了 按来迟了吗 是我们的老朋友来了 哎呦 哎呦 见过大小姐 这小哥出了高价 非要买走 您看 这神木我方才就看中了 在严城 我想要的东西 还没人跟我抢过 谁付了钱东西就是谁的 还能仗势气人不差 嗯 狐狸 哎呦 什么鬼神啊 精神力 啊 何方高仁 原来是师父啊 驾 驾 善儿 你怎么来了 弟 三叔 爷爷 黑龙寨 黑龙寨的人把我们家给围了 好 大伯正在跟那帮孙子拼命 让我 逃出来报信 好 我林家向来与黑龙寨轻毫无犯 他们为何要来犯我林家 难道 是雷家 善儿 你先在这里休息 等动儿儿到了 再护送车队回家 林猛林霄 你们跟我快马加鞭回家支援 是 好吧 既然是师父看中的人 紫月就放他一马 我逛奇武楼的事 师父也得给我保密 你 谢大师出手相助 小子 单说一个谢字可不够啊 请问大师有何指教 大师 您这是 小家伙 你可知道什么是浮尸 浮尸 呃 刚刚 这便是浮尸的世界 是不同于武者的另一种修炼形态 用精神力操控天地无极 怎么样小伙子 要不要拜我为师 探索新的世界 真的可以吗 我 不行 身上带着石符这种浮天神物 若是秘密曝光 带来灭门之灾 也并非不可能的事 大师 小子实力低微 在分析修炼福道的话 恐怕有不妥 还望尽量 随你吧 日后若是改变主意 随时到万金商会找我 我等你 多谢大师太爱 林东告辞了 等等 相见世缘 这东西便送予你 也好让你多了解 福师一道 林 林东少爷 可找到你了 黑龙寨 偷袭了我们林家 家主已经带人先回去了 你快回去看看吧 什么 黑龙寨 怎么可能 那铁木桩呢 什么情况 我 不知道啊 林山少爷 是从家里突围出来报的信 只说家里被围了 清檀和小燕还在铁木桩呢 不行 我得去铁木桩看看 你先回去 哎 哎 哈哈哈哈哈哈 与谦废物 别想拦住俺巫煞 乖乖交出铁木桩 饶你们不死 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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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龙寨二当家乌煞 饶 黑龙寨兵分两路 供我临下 好大的手笔啊 哥哥 没事吧 哥哥 怎么 怎么救你一个人 爹爹和爷爷赶回家里了 放心 我能对付 你就是林栋 俺听说过 正好 俺正要找机会 收了你这条贱命 黑龙寨为何要对付我林家 背后 是受何人之识 杨源石矿这么肥的产业 谁不想来喷一杯羹 这天木桩 你林家得来的不明不白 就怪不得别人眼红 借口 只怕黑龙寨 是雷家手中的一把刀吧 既然知道是刀 就别怕见血 我真是天眼镜 小子 今天让你有命来 没命回 你吃了我天云镜的一招 竟然还没死 清坦 你带着家爹守住门口 嗯 无杀交给我 小颜 你保护清坦 幸好事先含着的杨源弹 补充了一些远力 但 也支撑不了多久 静怜是地缘技好奇 找这小子的修炼速度 顶多一两年就能进入天元境 此种祸害 必须得死 凯尽 凯尽也杀了不少人 还真没试过 在你这种天才是个杀格尔的 此封守 看你还能等多久 杨源弹已经耗尽了 看来只能试试那个了 齐门翼 第一手 哼 竟然还还手 是在天亮脑养明吧 齐门翼 丫头 果然是个天才 看来不能拿你了 哼 小子 受死吧 一门翼 第三手 大哥 你 幸亏暗流了后宠 这碎元素能撕裂原力 凭你们这点本事 还是别探娘的在 这丢人现眼了吧 我手撕了你 杀碎 先送你去见眼王 小岩 哥哥 哥哥 你怎么了 快醒醒啊 不行 这样还赢不了他 这是 妖狗之气入体 没想到 这源离近世的时候 该赢到了天原境的 吐蕃之机 还真是时候 哥哥 二哥 二哥 没事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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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想在这里突破天原境 臭小子 你这是找死 突破之际 是他最弱之事 你们 谁杀了林栋 谁 黑龙寨三当家 是吧 走啊 青蛮 青蛮 帮我拖一眼神剑 我必须突破 才能战胜的 嗯 保护哥哥 这群废物 死封手 来不及了 嘿嘿 我来着黑龙寨三当家的位置 轮到我来坐了 还真是前军一发呢 可可 秦达 没事了 没事 也该试试天元净的实力了 无煞是吗 嗯 嗯 打伤我妹妹 打伤小颜 我要你 夹背 奉还 啊 不 啊 啊 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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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乌煞死了 怎么可能 林家的势力全在林宅 还有谁能杀了乌煞 林栋 林栋一人 怎么可能 怕一个人杀了乌煞 这林栋真是我们的心头大患啊 爷爷 您快要突破到小园丹青了吧 快了 我突破之日 就是他林家遭殃之时 而且 这一次 我还要亲自去请那个人出马 情节已经送出 现在就等林震天来自投罗网了 只要他赶来 我定让他有去无回 看来雷兄已经成竹在凶 不过 林震天也非鲁莽之人 雷兄也不可大意 谢贤帝放心 我还请来一位高人 此时 可保万无一失 高人 难道此人 实力还在雷兄之上 这 这是 精神力 成功了 凝成了本命福业 我应该也算是一夜福尸了吧 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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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大师赠我的神动篇果然了得 稍加残毒 便助我修炼成了一印胡诗 稍微有了用精神力操控最元素的本事 看来有机会再见 我得好好谢谢他 接下来 该研究研究上次收来的古墓了 没有这些符纹 看上去就是块普通墓的吗 这是 精神力 这符纹果然能感知我的精神力 我倒要看看 这里面究竟是什么 竟然有一层精神力屏障啊 好强的远力波动 是爷爷 爷爷终于要突破了 四星远难 何方高人再窥视联谋 你 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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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恭喜你 林家终于有了一位 元丹镜的强者 以后再也不用担心 雷谢两家了 恭喜爷爷 这是小元丹镜罢了 小元丹镜 元丹镜可细分为小元丹镜 元丹小圆满和元丹大圆满 对于武者而言 进入小元丹镜 方才是真正上了修炼一道 修炼一图乃窃阴阳 夺造化 专涅盘莫生死 元丹镜之后 便是所谓的造化三镜 那等手段 当真是通天彻底 原来还有这么多门槛等着卖 除了元丹 修炼一图 还有精神力一脉 刚刚就在我凝聚元丹之时 感应到了一阵浮湿的精神力 虽然稍纵即逝 但还是很强烈 是个鱼印 甚至达到了二印的服饰 二印 真的有二印的水平 怎么会 咱们青阳镇还有只高人隐藏 爹 您突破成功了 你没在此处为我护法 做什么举呢 正要说这件事呢 刚刚雷家的人送来的请柬 说是邀请我们赴宴 为损毁铁木庄之事道歉 道歉 雷家这是想搞什么鬼 我们灭了黑龙寨 他们一定不会善罢甘休 这明白着就是个圈套 管他真的假的 爹已经修炼到了小圆丹镜 我们也不怕他 爹 我们怎么办 老三 你也恢复到天圆镜了吧 是的 爹 多亏了青坛的小妮子 天天给我熬药呢 好 这个时候 再龟缩固守 已是没有意义了 联系狂刀武馆 我倒要看看 雷豹那个老不负的 究竟是想要干什么 林兄 老兄 最近一段时间 咱们几家一直误会不断 来 为了小厨误会 雷某略被薄酒 不成敬意 来来来 庞上请 请 我们就在外面聊吧 以后 请 也就我们几家 合则共赢 斗则俱损呢 所以 所以我雷家与谢家 经过商议 决定组建个小商盟 到严城一起发财 不知两位依下如何呀 商会同盟 说得好听 敢问这会长 谁来领衔呢 雷某不才 愿担此重任 你的意思 是让我狂刀武馆与林家 一起给你打下手了 罗兄未免多虑了吧 谁不知严城游水族 我与雷兄 不过是想与二位 一起发财罢了 雷谢两家志向远大 非我等可比呀 严城游水族 但我们却没那本事 所以联合之事 还是作罢吧 告辞 解门 两位不愿意 只觉得我雷家 还没资格领导青阳镇 小元丹静 事情已经到这个份上 我也就把话挑明了 青阳镇的谋当 我没报当定了 你们两家向来对我无敬 打伤我而战我庄园 今天不留下点什么 休想踏出我雷宅半步 口气倒是不小 那我倒要问问 你想让我留下什么 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加入商盟 服首称臣 要不把铁木庄的地契留下来 果然是对铁木庄念念不忘 我临家受你欺压也不是一日两日 从今往后 我们绝不会再退让 你想要的 我也绝不会给你 静静迟迟罚脚 那就把命留下来好了 那得看你有没有本事受 让开 长辈们在里面谈事情 我们做晚辈的 就不要擅长了 你 你也 你就 你 来吧 新杖旧杖 一起算 这有个浑荡 这事 雷鲍 看来你雷家在青阳镇的威望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嘛 大师出手相交 谢某敢进不进啊 不过也罢 既然答应了你们 那自然会帮你们 把一些麻烦给解决掉 那就有劳大师了 你是何人 谢一门副门主 二印扶尸 古影 扶尸 先是偷偷摸摸 到我林家的铁木桩偷窥 现在又主动绞进 青阳镇的争斗 这可不像谢一门的作法 偷窥 我古某没这个习惯 至于绞进你们的争斗之中 那是因为雷鲍答应我 夺回铁木桩之后 会分给我六成的收益 那铁木桩 是我林家明正言顺赢来的 这我不管 不过 若是你林家愿意将铁木桩送给我的话 袖手旁观 倒并非不可能的事 你 你们怎么还不退下 精神力的攻击可不长眼睛啊 若是伤到了你们的神志 那之后铁木桩可就由我血衣门带为打理了 没想到堂堂血衣门竟然也如此卑鄙 卑鄙 好 好强的精神力 可恶 动不了了 不错 竟能顶住我的精神力威压 可惜 好强的精神力威压 这么多人 好强的精神力威压 你不让我走 你不留 好强的精神力威压 你不让我走 小小青阳镇竟有位这么年轻的浮尸 有气有气 爷爷 你照顾下其他人 狗二来对付他 哦 小伙子很自信嘛 现在的你应该还是一位一印浮尸吧 光凭现在的你却还不是我的对手 而且我这人不死留后患 小子倒有些控制力呢 好强 这就是真正浮射的力量了 再点儿 好强 好强的精神力 这 这真的是动魂的力量 难道上次窥探低的人就是 这 这怎么可能 小子你的精神力虽强 但对于使用之法却是粗浅不堪 这是你现在的致命弱点 那可未必 嘿嘿嘿嘿 停止 哎 啊 哎呦 好厉害啊 冰冻 你小子能不能瞄准点 哼 用精神体吗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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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 这就是精神力的战斗吗 好吧 好 打总 童童童童童竟然变得有模有样了 这小子的精神力 根本就不是一银腐蚀 小子 接下来 我便让你看看 什么才叫腐蚀的精神秘技 游戏就到这里了 这 这精神力竟然可以凝为实体 化神针 该死 这化神针竟然能轻易地 穿动精神力屏障 知道了 那就去死吧 这精神力屏障 精神力屏障 我堂堂二鹰腐蚀 不幸连你一个乳秀未干的小子都解决不了 守死吧 本鹰腐蚀 本鹰腐蚀 他居然把自己迷弯宫的本鹰腐蚀都召出来了 他居然把自己迷弯宫的本鹰腐蚀 怎么会这样 多谢你用化神针打碎宫外的精神屏障 才让我得以学会这古尊福音明映之法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不过你的力量 好像都被我吸收了 小子 你把本命名符的修炼之法交给我 我帮你灭了雷血两架 如何 如何 本命福音被吸收 连人都变蠢了 太晚了 福音大师 这里的浑水 不该散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你杀不了我 你忘了防守背后了吗 住手 想能灭我林家吗 都要付出血一半的代价 鸿门宴已战后 雷血两家一蹶不振 林家如日中天 在青阳镇再无敌手 然而 由于灵动斩杀 血一门副门主无影 一团血红色的阴云 正笼罩而来 必须加紧修炼 血一门一定不会就此阿修的 这 这是怎么回事 师父好像出了什么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血一临门 林家众人 出来受死 该来的还是来了 别看 林马 你们速速带小辈们逃离 别不出来 受伤不贵 就这么个破裂了 今天一定要给富猛图报仇 放心 人主出马一定片甲不留 她ce 长官 退出 已不死 你asca 长官 监造 saja weekends 人主 他们 363 还有 아닙 Boost 玄武 乱动 手 Vamos 交 passed 是个厨子 你来人哪 好像是个老头子 老夫临震天 见过魏门主 敢问魏门主大驾光临 有何贵干 少揣着明白装糊涂 杀了我血衣门副门主谷影 难道你们想就这么不了了之吗 魏门主 当日主要是我林家与雷蟹两家争端 鼓影副门主插手而 我来这里不是听你们讲故事的 你最好给我一个让我满意的交流 否则 魏门主 请直说吧 究竟要我林家怎样才能化解此事 交出杀了古影的凶手和铁木桩 让你们林家投靠我血衣门 古影之死不可以考虑既往不救 我林家向来不愿惹是生非 所以更不想同魏门主兵戎 兵戎相向 但是门主的要求 未免七人太甚 七人太甚又如何 一把老骨头也想跟我斗 林振天 与你小颜丹静的实力 怎可能是我圆丹静小颜满的对手 我好心与你谈条件 你是最大的关系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不想看到你林家被血洗吧 门 魏门主不就是想要我的向上人头吗 何必如此大动干戈 冬儿 你怎么来了 不是让你跟着叔叔和小辈们一起撤离的吗 爹 古影是我杀的 不能为我一人陪上了林家 冬儿 不可鲁莽 你根本不是魏通的对手 爹 放心吧 我不会去送死的 冬儿 你 爷爷 放心 我自有办法 你就是林洞 小子 你还真以为你杀了古影 便能够在我面前这等嚣张不成 魏通门主 相信我 若是真要拼起来 我林家或许覆灭 但若争得个鱼死网破 你血衣门同样需要付出代价 对你来说 你会是个极大的打击 你未免太高看你林家了吧 我先把你宰了 让你知道知道和我血衣门做对的代价 都不小心 就凭这个 什么 日空而行 别忘了 我也算是个绊吊徒师 这哪里是绊吊的 这小子有两下子 对手 把他给我射下来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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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卫门主 今日是宰不了我了 既然如此 那你还留在这里干嘛 我只是想提醒卫门主 你血衣门若是要灭我 临家满门 我会潜逃 然后暗中修炼 不过在我修炼的这些时间 卫门主 或许就该有些寝食难安了 你威胁我 威胁不敢 我只想跟卫门主设个赌约 赌什么 三个月之后 你我生死决战 若你胜 我临栋归你处置 临家拱手称臣 若是我侥幸赢了门主 古影之势 就此作罢 如何 什 什么 三个月 父亲 这 乱来 魏同元丹靖小元满的实力 可是媲美三印富士 东儿才一印而已 短短三个月 怎么可能一战 小子 你是想要拖延时间吧 我现在以占尽优势 何必要冒险拖上三个月 哦 占尽优势 我的人都在门口 两个月 别门 一下 八个月 你本在门口 大挨尽优势 虚优势 大挨尽优势 好 魏门主 你现在有两种选择 一 接受我的赌约 三个月之后 你有可能兵不血刃地 得到体木桩 和我邻家的臣服 二 现在动手 损兵折将 然后 我会逃 让你永远后悔 今天做错的选择 如何 好 这赌鱼我接下来了 不过三个月太久 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 两个月之后 严城决斗场生死斗 我等着你 这期间 你邻家不得离开青阳镇 我血衣门的探子 会随时监视 如果你敢跑 我血衣门 毕竟然血洗你邻家 这两个月内 必须达到二夜服饰的级别 否则 邻家便是真正的大难领导 门主 为什么要答应那小子 这岂不是夜长梦多呀 斩草必须除根 这小子确有逃跑之力 若是放他跑了 那夜会更长 梦也会更多 不用担心 到时候若是到了决斗场 可没这么好的环境 让他停静着精神力逃跑 没有这等注意 他必死无疑 这门主隐秉 冬 两个月时间 冬儿 你有把握 在两个月之后 打败未通 总得试试 冬儿其中生智 多少结了燃眉至极 只是这样一来 全族人的生死 都压在你一个人肩上 本来就是我惹来的围头 不能这么说 学义们早就恶名昭成 就算你不杀孤影 他们一样会寻衅而来 爷爷 这两个月我想去盐城 去盐城 这 有些高等灵药 武学秘籍 恐怕只有在那儿 才能找到 也罢 只是盐城鱼龙混杂 让你大伯 护你前去吧 也好有个照应 不了 爷爷 还是我独行吧 人多眼杂 恐行事不变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就走吧 毕竟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 偏偏这个时候 师父也出了问题 此次盐城之行 不仅要精精功力 还得设法找寻出 恢复师父能量的方法 乖 乖 乖 隔两个月之后就回来 到时候给你带盐城的好吃的 嗯 青檀不要好吃的 青檀只要哥哥平安回家 这小子皮糙肉厚 哥到哪儿都吃不了亏 青檀小妹妹 你就放心吧 再厚也没你脸皮厚啊 你 你 兄弟 帮我照顾好青檀和小颜啊 少废话 这还有你嘱咐 你就去盐城 可劲浪吧 青阳镇上 总算轮到小爷一展身手了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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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听着 我只帮你照顾他们两个月 所以 你一定得给我全息全眼地回来 嗯 冬儿 这里面 有几百枚羊元丹 你都带走 爷爷 这可是这段时间 家里所有的 你带走 在延城没有杨元丹 可什么都办不了 这段时间 我们林家在延城 也是有了一些据点 若是有问题 就去那些地方 你爹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两个月后 我们也会去延城决斗场 还是那句话 没有把握 你就不要险慎 只要你活着 以后要报仇 也才有可能啊 爹 时候不早了 让冬儿上路吧 是啊是啊 时候不早了 翅膀真是硬了 凡事小心为重 不用担心家里 你 时月已 反不一句 未成天地有意 陌路相随 你 身影 令微固执哀无期 爷爷 爹 两个月后再见 下 下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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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爹 你们放心 我绝不会让林家 会在宣淫门手里 一派 老ceğiz 哎 晚金拍卖会就在今晚呢 是啊 你小弟�kers 哎呀 可别喊惩我了 谁不知道那地儿是个宵禁库 听说拍卖的零药 都是三品起步 这么厉害呀 真想看看 我也想 两位大哥 你们刚才说的万金拍卖会 在哪儿啊 小兄弟啊 万金拍卖会 可是由严城三大势力之一的 在万金商会主办的 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去的 还真以为自己能去 真的是 那敢问 哪里能置办一身像样的行头 有了有了 来来来 我跟你说在哪儿 走 是 对 对 快 就 atro 难尽 那个万金拍卖会 小的来给您指路 来来来 这边请 来来来 这边请 我 来 精神力波动 来 颜大使 我身怀师父这种器物 本就不能招摇 何况现在师父也出了问题 还是低调形式吧 苏总管好 苏总管 苏总管您来了 苏总管好 苏总管不是 苏总管好 苏总 老岩师费心了 各位客官 欢迎大家来到 万经拍卖场的拍卖会 希望大家都能满意而归 今天我们拍卖的第一件东西 是我们万经商会的首席供奉 四应服师 竟然是四应服师 好强 秋灵剑 好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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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大师的名头 我就不做过多无谓的介绍了 各位想必应该如雷贯耳 拍卖 现在开始 我二百五 二百八 三百 三百五 三百 五品灵药 对精神力的修炼大有弊意 棋牌价格两百杨元丹 三百 五品灵药 三百五 四百五 四百五 还有客官要加价的吗 六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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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冲锁真能够起来的 冲锁这么大方 这人买了精神力灵药 想必也是一名服师吧 是 不过这人的精神力 为何有点熟悉的味道 不好 还是太招摇了呀 是那个臭小子 两位都认识此人 无名小辈而已 紫月 你可觉得 他和两个月前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不同 哦 换了一套衣服 任务勾扬 不 现在 他已经是名真正的服师了 服师 难道他已经打通了霓丸弓 可几个月前 没错 数月之前 他连精神力究竟为何物都不知道 也就是说 他修炼的时间 才短短几个月而已 那倒是有点意思 照颜大师的说法 此人倒是个不错的苗子 对了 贤苏 几日后的担心是之争 颜世的意思是 这位公子火急火燎的去哪儿啊 有位故人想邀你到万金商会那堂一叙 不知可否赏脸呢 敢问姑娘 可是颜大师要见我 看来果真是故人呢 公子不会不赏脸吧 反正是躲不过了 不敢 请姑娘带路 请 那两条尾巴可要一同前往呢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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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知道姑娘怎么称呼 我们是万金拍卖会的总管 宣宿 总 总管 怎么 不相信严惩三大势力之一的万金商会 有个女总管 岂敢岂敢 难怪方才薛衣门的摊子 都乖乖离开了 不知严惩三大势力是 孤陋寡寡的香巴老 城主府万金商会血狼帮 这就是严惩最大最强的三股势力 这位小友我们又见面了 小子临栋见过大师 小友现在应该已是打通霓湾宫了吧 若是小友需要 老夫可以助你凝练本命福音 大师的好意小子感激不尽 不过本命福音小子已经凝练成功 你已经凝练本命福音了 小子侥幸有所觊觎 偶然得到了一种凝福之法 真的是本命福音 这怎么可能 眼师 看来您老的眼光 果然是极准的呢 真是小看你小子了 上次见你时 你连精神力都还无法感知 在这么几个月 竟然已经凝结出了本命福音 还要多谢严大师赠予的神动篇 也多谢紫月姑娘 谢我做神 给你的神动篇前三层 我本以为以你的天赋 也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才能打通霓湾宫 可现在 严大师过奖了 小子只是好运而已 本命福音是福尸之根基 唯有凝练了本命福音 方才能够发挥出精神力的威力 本命福音分为三种 本命福音 本命灵福 以及本命天赋 本命福音最为常见 而本命灵福则颇为罕见 这等福音能够变换形体 还具备着一些特别的能力 如空间之力 光明之力 吸收之力 吸收之力 怪不得当时反噬了古影的精神力 看来 我凝聚的古玄福音 的确是本命灵福 难怪当日不影如此惊慌 怎么会这样 至于本命天赋 则更为恐怖 据说施展开来 足以吞噬天地 不必羡慕 你这小家伙的精神天赋 已是老夫所见之人中的第一人了 刚才在拍卖会上 你似乎刻意躲着老夫 莫不是老夫哪里得罪了你 大师误会了 实在是最近我邻家麻烦缠身 所以在严城不敢太过招摇 麻烦缠身 可是指刚刚血衣门的那两个探子 林冬 此次邀你来可不光是叙旧 是想请你帮一个忙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丹仙池 没有 不知何为丹仙池 所谓丹仙池 其实是一种颇为罕见的天地奇物 丹仙池之中 吟含着极为精纯的阴阳二气 若是能够吸收其中的能量 不仅能够快速进入丹丹境 而且那所凝成的丹丹 品质也至少达到六星以上 哦 在严城东部的一座深山中 我们万金商会就发现一处丹仙池 不过 与此同时发现它的 还有 血狼帮 血狼帮 严城三大势力的血狼帮 是啊 我们与血狼帮约定 以比武的方式争夺所有权 双方各自派出三名年轻小辈 三举两胜 除了紫月 我们还请来了一位帮手 那还差一人 所以 他 我 宿总管 林栋并非自命不凡 只是我林家与血狼门产生了点恩怨 我必须尽快提升功力 实在无暇顾及其他 公子要提升实力 五万金山会财力雄厚 必能助公子一臂之力 公子尽管提出报酬便是 也行 只要事后 让我也去那丹仙池 泡泡就好 狮子大开口 丹仙池能量有限 那能随意让人泡 而且比武有我就够了 你只是来冲个树而已 若我不用出手的话 我可以不要任何报酬 但你们既然来找我 说明也没有十足的胜算吧 你 你若能在比武中 做出令人幸福的贡献 你所要的报酬 并非不能考虑 二位见谅 我也迫于无奈 急需提高实力 保护家人 信心作态 别拖我后腿就行 师父究竟怎么了 这样下去 怎么能打赢胃痛 难道是进入的姿势不对 这师父空间漫无边际 一定还隐藏着什么秘密 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谁 果然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出来 若再不现实 我便攻击了 正好拿你试试 先前从古影那儿学来的化身针 想早 老鼠 混账 你才是老鼠 还能说话 没见识的混账小子 大爷可是天妖雕 什么天妖人妖的 说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是这儿的主人 当然在这里 你是石府的主人 那我以前怎么没有见过你 如果不是火祖妖花 你再过一百年也见不到雕爷 得亏雕爷帮你把妖花 大部分的妖力吸收了 要不你早死透了 火祖妖花 你是说杨元石矿卖力 那神奇的妖花 原来那时候是你 行了 反正现在石府在你手里 进出随你 不过 别来烦雕业 你 你又想干什么 最近石府的力量 一直在减弱 是你吸走的吗 只出不尽的蠢货 你一直使用石府修炼 却不注入原力 活该石府没了能量 原来是这样 石府并非凡俗之物 所需要的原力 恐怕也非比寻常吧 要取得这种原力 眼下就有个绝好的机会 你是说 丹仙池 算你聪明 看来 丹仙池 是非去不可了 话说够了 说实话 刁有厉害的时候 像你这种蠢小子 我压根懒得理会 你以前很强 一般般强吧 像你这种 我以前放个屁 也能崩死个万八千吧 那现在呢 可惜我再得到这东西 没多久就被追杀 最后只能拼得自暴 凝成妖灵 堕入石府之中 自暴 小子 你得到这石府 也不知道是幸运还是倒霉 没什么 以后或许你会知道吧 虽然你死了 对我没影响 不过看在你没生坏心的份上 我还是提醒你一句 这东西 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否则 这耗子怎么神神叨叨叨的 好了 说得也差不多了 你该干嘛干嘛 就当没见过刁也好了 等等 你既然曾经是石府的主人 肯定还知道 他更多的秘密吧 知道是知道 不过刁也 为何要告诉你 首先呢 我似乎能轻易解决掉你 其次呢 合作 对你我都好 你已经自暴 肯定极为虚弱 你知道我熟悉了这石府 我或许能想办法 让你恢复得快一点 如何 我需要能够调养妖灵的灵药 比如 火祖药花 那玩意很罕见 不过 我会尽力 但你得先知道我变强 只有我的实力强大了 才能更顺利地帮你 找到那些能够调养妖灵的灵药 我问你 这石府 能否锻炼精神力 能 不过 那可要吃不少苦头 不然的话 也是徒劳无用 带我去 你确定 要战胜未通 我的时间不多了 好吧 跟我来 这石府空间很复杂 跟丢了 雕业我可不管 咸啊 就是这儿了 你释放精神力试试 该死 别是被那老鼠耍了吧 这是什么呀 精神磨盘坐这儿磨盘会把你的精神力彻底碾碎而后复原如此循环便会对你的精神力大有助益 前提是你能熬得住 若是熬不住呢 熬不住吗 说不定便会伤及本体精神留下一些极大的后遗症 也不知道是哪个变态想出来这个修炼法子 雕爷也就挺了五次 然后就打死不碰这东西 那种精神力被碾碎的剧痛 你不会真要修炼吧 这小子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这小子真是不见了 比拔子 第十次了 这小子倒是有些任性 纯小子可以啊 第一回上行就熬过了十次 雕爷还真是小看你了 看来却担心池那天用得上这小子 现在已经是你的极限了 回去好好休息 另外 雕爷建议你最好弄些 调养精神力的灵药滋补一下 比如你买的那个虚灵草 否则精神会因为太过虚弱 而出现损伤 等休息够了 雕爷再传给你一招煎萝卜 什么煎萝卜原萝卜的 那可是荆棘精神秘籍 跟他比 你那化神针就是小孩子的玩具 你会这么好些 那可不 师父是得在你手上待一阵子了 为了让你保护好师父和我 当然要养肥一点 喂 就你这小生板 怎么看都是我在养你吧 你要别人保护 还这么理直气壮 还真不是一般的疼啊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拼了吧 不过 没想到师父里 还住了个这么狡猾的牢狭 臣小子 叫刁爷 仙池之争当天 距离未通生死斗 还有二十天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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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柳毅和紫月小姐一样 也是代表万金商会来参赛的 林栋 请多指教 不愧是万金商会 果然才打起初 想办了 就你是大小姐 这 刚刚我跟夏会长在谈一些生意上的事情 抱歉让林公子久等了 苏总管 你们忙便是 不用在意我 夏会长 这就是我们请来参加仙池之争的林栋公子 这是我们万金商会的掌舵人 夏万金会长 吓到了 别看我们会长貌若少年 可有着圆丹境大圆满的实力呢 见过夏会长 我 我 我 林公子 你觉得这路手如何 呃 呃 呦 优雅 呃 优雅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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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了 是昂贵 价值五百枚杨元丹的昂贵 呃 呃 呃 优雅 紫月和柳翼都是天元境后期的高手 是 运气好的话 或许今天都不用林公子出手呢 哦 这 嗯 不出所料 果然有灵物清晰 嗯 嗯 嗯 喂 死耗子 你怎么出来的 万一被人看见了怎么办 你刁爷爷就出来看一眼 动作快得很 嗯 吓我一跳 你是有什么新发现吗 并没有 只觉得这担心池中的能量 极为精纯 嗯 岳帮主别来无恙啊 此次比试 岳帮主将一儿一女都派出来了 真是重事啊 哼 夏会长说笑了 这整个严城 谁不知道你的万金商会 与我血狼帮相斗多年 不分伯众 我岳山 怎么敢掉以轻心呢 哎呀 岳帮主言重了 切磋而已 何来得相斗啊 紫园就是血狼帮的帮主 不错 正是岳山 他和我们会长一样 都是元丹晋大圆满的高手 元丹晋大圆满 难怪能做卫同的靠山 不知道 他的儿女实力如何 月灵月丰 也都是天元晋后期的实力 那位是 是血狼帮请来的外援 具体实力还不清楚 废话少说 你们谁先上场 林公子可有兴趣打仗头阵 啊 这 哼 就知道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第一局比试 万金商会紫月 对战血狼帮月灵 这大小姐 还真有点回事 这丫头什么来理 只知道是颜大师的地方 具体就不清楚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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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让了 第一局 万金山会胜 风儿 你上吧 是 臭小子 磨蹈什么呢 上啊 诸位 岳峰就交给在下了 同是使枪的高手 在下不会让诸位失望的 没办法 只能克随主编了 真是靠不住 第二局 万金山会柳翼 对抗血狼帮岳峰 果然是个好地方 尸笔寒气也太重了 可能还是抵抗那小子才行 没想到岳峰已经将重影枪修炼到第四重了 是我们大意了呀 第二局 血狼帮胜 那家伙的实力 应该不会抢过岳峰 或许吧 这位小友 此次先迟之争 胜败全在你手了 下会长 小子尽力而为 林栋公子 为了申诉 拜托 可一定要赢吗 江丽 改你了 第三局 决胜负之战 开始 我不懂切磋 只战生死 你若不打算拼命 就趁早认输 多谢提醒 纯小赞 担心池中的能量 关系到石伏的恢复 这一战 你务必得拿下 放心吧 子豪子 又有 紫跟 虽 孫 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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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那姜丽也必没站到上风啊 弹下去 天人间后期 这人什么来讨 竟如此凶悔难缠 只知道是变身重轻聘请来的 您叫姜丽 你已经后期了 大人,那又如何 好强吧,姬丽 好强 伤疤了有两下的 金手用盘上的嘴 果然没白烧 不行,枪下去会被耗死了 尝让 赢了 还没有 把我逼到这种地步 你还真有点本心 不过 你该到此为止了 是,什么露竹 化血归原宫 什么 化血归原宫 就是那个通过蒸发体内血液 短时间令实力暴涨的邪门功法 如此一来 他的实力将暂时提升至小元丹静了 灵道 威胁 好快 这,这是云丹静 原来此人还有这道手段 还是爹高明 哼,好的倒是挺快 没想到将力才是最强的 灵道 千万别叫我失望啊 雲丹静果然厉害 雲丹静果然厉害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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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生了无影 落手有点侥悉 看来这次没那么简单啊 哼 还没完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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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被遏制了 怎么不至于 还打吗 跟我打 比试可以结束了吗 结束了 结束了 第三局 问亲商会上 宣素 你确定岩师没有骗你吗 这小子足以媲美二应服侍的实力 真的是才若服侍一道数月所成 此子的精神天赋 恐怕还远远超出了岩师的意量 这个家伙竟然隐藏得这么深 放心 我岳某愿赌服输 还不知你做什么下足之事 这位实力过人的少年英雄 不知实称何人 五名小辈 出身不足挂齿 好个五名小辈 日后若有幸再会 岳某定当后代 此次先迟之争 多谢灵动小友鼎力相助了 受人之托 众人之事而已 只是不知夏会长 可否能够应远先前说好的报酬了吗 此池面积不大 却极为优深 越深处寒息越浓 你们尽量不要太过深入 以免出什么差池 这段时间 我们会在这里替你们护法 至于你们究竟能在丹仙池中 取得多大的好处 就得看各自的造化了 好强的异样之力 这丹仙池果然名不虚传 这丹仙池果然名不虚传 好凶魂精纯的阴阳二气 得赶紧吸收这里的能量了 东儿啊 我这就把我林家绝学清源宫传授于你 清源宫 还能打吗 清源宫不是用来打架的 这一绝学能增强身体吸收能量的速度 以后在争夺能量时 你便能成倍地领陷于别人 哈哈哈 爷爷 现在就用这丹仙池来试一试您授予我的清源宫了 不愧是仙池 不愧是仙池 这 真是吃了大亏 下次一定要弄一步好一点的吸收秘籍功法 小子 就你这吸收速度 简直是糟蹋了这闲持的灵气啊 林家的绝学清源宫果然了得 随便施展一下就选先把雕爷笑死 佩服 佩服 什么说风铃花 突然出来 难道只是想要嘲笑我 我吸收不到的量 师傅也没得救 对你没好处 你放心 雕爷看你可怜 有法子帮你 你能这么好些 雕爷当然不会做烂好人 我有办法帮你快速地吸收这里的阴阳二气 不过等会儿你必须帮我一个忙 你要我帮你做什么 这池底有异动 八成是有灵物气息 我帮你吸收完能量后 你得去丹仙池的池底替我查探一番 怪不得你那么在意我能不能迎下丹仙池 为食服是假 为灵物才是真的吧 你又不吃亏 叫什么汁吗 同样都是通人性的动物 怎么小言就那么乖巧 你就这么鸡贼呢 老子可是天妖雕 怎么能跟那只蠢猫相比 你究竟做不做 再犹豫 这池子里的能量 可就要被那两个家伙吸走了 好 成交了 就是嘛 我这就传你一门精神秘籍 画气精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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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使命 竟然还能这段使用 这个香花狼 居然这么容易吃 远近后期 收获还不错 废话 丢业我亲自出来帮你 还差得了 行了 师父的能量 也恢复得差不多了 轮到你旅行承诺了 知道了 不就下到池底吗 我给你帮你帮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想到这池底还比有洞天 这是什么 碧水妖莽 准确地说应该是碧水妖莽的妖灵 妖灵 那她有多厉害 别怕别怕 她受了伤 而且灵质不高 容易对付 所以到底有多强 这个嘛 看她现在的样子 相当于人类 元丹镜大圆满的实力吧 你大爷的 受了伤还能有 元丹镜大圆满的实力 若是完全状态 得到造化三镜了 你想害死我是吧 走走走 别别别 看到了没 这妖灵守护的 可是阴阳珠 阴阳珠 嗯 紫月叫你香巴佬真没错 阴阳珠是单仙池真正的宝贝 是在池中凝聚多年 方才形成的奇物 如果你能够得到这些阴阳珠 雕爷我保你在三个月内 进入元丹镜 不行 能拿到阴阳珠固然是好 可若丢了性命 又有何用 若是我死在这里 伟通定不会放过我的家人 臣小子 不用你动手 雕爷斗得过呀 嗯 你不是说你没有力量了吗 我是没有 你有啊 你把元丽注入石符当中 借给我用一点呗 我才刚刚步入天元净后期 就算把元丽全借给你 也不是避水妖蟒的对手吧 哼 你也太小看天妖雕一族的手段了 就算我如今实力不及 全胜十七万一 可要吸收一条受伤的 避水妖蟒的妖灵 又有什么困难的 我帮你吸收了单仙池 那么多能力啊 你不会这么抠门吧 我要能恢复点实力 不也能帮着你吗 好吧 我就信你一次 怎么 雕爷才刚刚活动一下筋骨 你这蠢小子就扛不住了 你 你幽着点儿 天妖之口 到了 你 这下玩大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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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这手套怎么往哪跑呢 出口在这儿啊 出口在这儿啊 好什么 一样就不要了 可我们现在根本对付不了这怪蛇 还是先要命吧 谁说对付不了 你小子快把所有原力都汇聚到十福 我说的 我说çon żen 朕 打给他 竟然被这老鼠给耍了 哦 怎么办 这个力量是 这家伙 还真不是一般的耗杂 咳咳咳咳 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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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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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屁话 雕爷能有什么事 你该干嘛干嘛去 这次的钱我承下了 我得去睡上一阵子了 别来打扰我 别忘了把银羊猪带走 那可是雕爷拼命帮你抢 喂 牛皮椎那么大 可别挂了 嗯 嗯 嗯 啊 嗯 嗯 刚才我见池上水汽扰洞 看来你们几个的吸收功法 都是练得炉火纯青了 还不是这个大卫王 那看来灵动小兄弟 此次收获不小啊 一点小突破而已 不过 看你的脸色似乎有点疲惫 没事吧 嗯 下会长不必担心 只是我那吸收功法 比较耗费精神力 休息几日便好 呸 灵动小友 助我万金商会 赢得仙池之争 多吸收些能量也是应该的 这次 柳翼和紫月也大有收获 可都要谢谢林公子啊 是的 这次多亏林公子了 客气了 叫我灵动就好 都看我做什么 我的那一局 我可是赢了 紫月说得倒也没错 对了 林公子先前说和续衣门 有些恩怨 第一次见你时 也确实有两个续衣门的探子 跟着你 究竟所为何事 嗯 的确有些恩怨 数日后 我和魏通相约 在盐城决斗场 生死决战 什么 和魏通打 你这小子不要命了 那魏通 可是元丹靖小圆满的强者 可不是今天 那半桶水的将力可比的 不知道灵动小友 何处得罪了血衣门 竟要生死相搏 我 杀了他们的副门主 古影 那古影似乎是二因复尸吧 你这小家伙 竟然把他给杀了 难怪是要生死相搏了 古影放我林家 我也是不得已而处置 那古影为人阴险 死了也好 对了 我想请灵动小友 在我万金商会 挂个供奉的名头 不知道 灵动小友可愿意 哎呀 这样我们可真的是一家亲了 以后林家的事 就是我万金商会的事 什么血衣门血狼帮的 我们都要同仇敌凯了 既然如此 就多谢夏会长好意了 对了 林公子 魏通之战既已破在眉睫 你对此战可有几分把握 这个 怎么 有什么困难 不瞒林公子说 血衣门向来以血狼帮为首 血狼帮又是我万金商会的大敌 若是你此番真能干掉魏通 对万金商会也大有弊意 为我们立下大功 有什么困难 你尽管说 我们鼎力相助 实不相瞒 如今我吸收了如此多的能量 却缺少有力的功法 将其炼化到自己的原力之中 二位如果方便 可否帮忙留意一下 严惩中可有什么厉害的功法秘籍 这事确实不易 不过算你运气好 这是前几日 我们商会费尽周折 才卖来的一本秘籍 三阳诀 此功法能助你打通周身十五刀经脉 既然林公子开口便赠你一米了 厉害厉害 多谢苏宗官 想必这等稀有的秘籍 一定花费不小 林栋一定偿还 林公子太见外了 以后叫我素杰就好 素素杰 哈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是 这异形消耗的元力终于恢复了 该是是这些宝贝了 果然可以打通十五条经脉 如果有十佛的帮助 应该可以更多 不知道十佛的能量 是不是真的恢复了 试试看吧 果然恢复了 二十二条 你 我 清脉真的打通了 好 事不宜迟 果然还是不够 是时候试试这阴阳珠了 希望那死耗层没有爽活 这阴阳珠果然了得 时间不多了 这次一定要突破成功 清潭 怎么不走了 别看了 等你哥解决了未通就回来了 走吧 我护送你 你要有个三长两短 你哥可不会放过我 哥哥 阴阳交太 阴丹 您 八星阳丹 记得爷爷炼成的元旦 也不过是四象 这阴阳珠的元旦果然精蠢 你 你 啊 终于在决斗之前突破成功了 二云浮尸也突破了 看来这段日子在禁止末盘的嘴还真是没白受 还有几天时间 魏通 这次定要让你好看 距离生死决斗还有两天 请 看来尾巴越来越多了 还不是怕你跑了呗 苏姐明日可就是生死斗了有什么事非得现在跟我说 见到你就知道了 哥哥 轻 轻弹 冬儿 爷爷 爹 爷爷 爹 你们怎么来了 其实我们已经来延城多日了 担心打扰你修炼所以一直没来见你 是啊 轻弹可想哥哥了 我没有要她 毁去清谈啦 你们在延城吃住可还习惯 放心吧 冬儿 托你的福 万金山会给我安排了住处 照顾得非常周全 素姐 素姐 感激不尽 林公子太客气了 你与家人叙叙旧吧 申诉先告辞了 素姐 慢走 爷爷 爹 这段时间家里可还好 有我这把老骨头在 家里的事你放心 小辈们已是被我们 偷偷暗中转移 只是清潭这孩子 对你分外思念非要跟来 我不管 就算死 我也要和哥哥在一起 别胡说 什么死不死的 谁都不会死 至于阎城 我们不愿意总麻烦万金商会 已经置办产业 将来也好给你一个照应 爷爷 此战如今在阎城 已被传得沸沸扬扬 说是胜了 是对林家绝好的宣传 日后 我们若是能将产业 逐渐转到阎城来 再加上万金商会的照顾 势力必然大增 冬儿深谋远虑 不过这次生死斗 你可有把握 若是不敌 你现在就离去 留得青山在 不愁没柴烧 魏通性格很辣 如果我跑了 到时候对于林家 想必他不会有丝毫手软 爷爷放心 冬儿不会输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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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儿子 借我一职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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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进入小园丹境了 前几日突破的 好 好 天哪 哥哥您已经比爷爷都厉害了 这 这怎么可能 爹 冬儿才 没错 即便在林氏宗族 冬儿也是我所见过最年轻的 原丹境强者 哈哈 好小子 嗯 虽然你实力大涨 但那未通也不是省油的灯 万不可大意 既然你已决定同他生死相斗 那我们就陪着你 嗯 爷爷 爹 你们放心 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你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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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客气 越山那只老狐狸 必定想接魏通之手好好威风一把 这一战 灵动小游可要仔细了 素杰 我爷爷他们可安排妥当了 不必担心 我已派人安排他们在暗处观战 若真有意外 他们也会在第一时间 安全隐蔽地离开盐城 小子 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儿逃 你现在就嚣张吧 待会儿我要你求死不能 待会儿小心些 既为生死斗 以命相搏 生死各安天命 秋德怨人 此次决斗 双方乃血衣门门主魏通 与林家林栋 请二位上台 坐下来 林家小儿 还不给我滚下来 老子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 废物话就是多 哥哥 臭小子 看你这次还能往哪儿逃 你竟然已经小人干净了 怎么 魏门主是要投降了吗 还真小看你了 看来今天不会那么无聊了 哥哥 果然厉害 小子阿随 决斗场一旦有生死斗 便会开启精神屏障 还想要用你那套飞天之术逃命 哼 持心妄想 破杀拳 那套飞天之夜 答案 呜 水元素 豪童 到底是雲丹金雄 原本牵着的攻击 果然不弱 哼 看来要对头伪通 还是有点勉强啊 不 也就这样而已 小杂碎 想要跟我斗 还不够可 二脸浮尸 可这非比寻常的精神力强度 简直足以聘美三应服饰了 后生可畏啊 小子 受死 潜猎掌 这些人 刑 稀 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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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神力本就不如纯元钢气吻裂 有此一目并不奇怪 一切还得看结果 灵动好样的 和敌方的天使 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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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敢再向前一步 小妮子必死无疑 本来只是为了防止你逃跑啊 可是没想到你小子的精神力竟然达到了这种程度 那我也只能给你制造点麻烦 别激动 那可是血狼帮中仅次于古影的浮尸 我可不想他一起的呢 在你妹妹的小脸上留下什么伤 你死定了 你死定了 你的实力的确让我很意外 不过背负着弱点战斗 你可赢不了我 生死决斗 你竟然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什么 清探 无耻之徒 这次是我们大义了 我这就带人去把他们救出来 不行 清酒妄动 人只会有危险 那怎么办 总不能看着林栋 莫吉 你们再次静观其变 林栋家人一事 我去处理 那就有劳大师了 你不是要我死了吗 来呀 这 这才是卫童真正的实力吗 别管我 哪怕是粉身碎骨 也要救出妹妹 天叶掌 这 别管你 别管我 今年的 别管我 啊 啊 啊 老东人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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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这没命了吧 可恶 决斗场一旦有生死斗 便会开启精神屏障 化神针 决斗 看来只有化神针 才有可能击破这精神力屏障 只能赌一把了 骨头还挺硬 妹妹都不顾了吗 小转 清醒点吧 小转 太满了 前备掌 天罗宋 行动 千万不要乱来啊 还敢抵抗 起来 对 起来 人家 诶 灯 别急 还没结束 什么 化神针 会出 你必须死 门主 秦坦 过来 秦坦 你没事吧 你怎么回事 我会赢不输了吗 我都算了什么 不是吧 漂亮 漂亮啊 能将化神针如此完美地隐藏在尖萝卜当中 并借助尖萝卜的力量为化神针助力 这招实在是太漂亮了 什么人 这 这是怎么回事 东儿啊 东儿刚才用化神针击杀了血狼鹏的杀手 您能去哪儿啊 爷爷 你们没事吧 放心吧 我们没事 好小子 多谢炎大师 拿命来 来 这里交给我吧 嗯 嗯 竟然躲开了 魏通 你倒是提醒我了 这生死斗 还没结束 这生死斗 还没结束 小子 崴了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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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四众 嗯 走 不认输 我认输 认输 既是生死斗 生死 便只能由赢家来听 我邻家与你血医门无冤无仇 可你们却欲赌我庄园 打伤我爷爷 父亲 甚至还想念我全族 如今 竟然还敢动我妹妹 我可不想太紧张 在你妹妹的小脸上 留下什么伤疤 你用何种手段 对待我的家人 我 无数疯狂 想杀我 可没那么容易 别敢 月帮主 慢 月帮主 生死斗 各安天命 这是归宿 可错不得 相换君 来 老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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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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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的小子 啊 这小子也是林家福根的小看啊 林家福根的小看啊 哥哥 林家林栋盛 没想到栋儿 竟已成长到这般地步了 了 终于 终于结束了 而且 游客 纸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会长 有失远迎 哎 林三爷客气了 令公子是我万金商会的供奉 朋友之道 在乎礼尚往来 今日是林家的乔迁之喜 我当然要来恭贺 下会长好 清檀好 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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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檀怎么不见动儿啊 哥哥说有点事情 一大早就出去了 哦 这里有株虚灵草 可以调养精神力 帮我转交给你哥哥吧 谢谢夏会长 最近天眼山脉有事发生 那里 可能有你哥哥感兴趣的东西 我而且 media卍降过去了 我们次见段栏目 请吧 大师请 不知大师叫小子前来 可是有事吩咐 吩咐倒是谈不上 你如今应该是达到了二印腐蚀的层次了吧 你的精神天赋 是我这几年之中见过最强的人 多亏了大师当日直言 不过如今的你 却还只是处于精神力的初步层次 愿问大师指点 其实说来 话也比你好到哪里去 大师过谦了 您可是四印腐蚀 整个炎城最强的腐蚀 四印 就算是五印 那也只不过是刚开始而已 你可知五印腐蚀之后又是什么呢 不知 五印腐蚀之后又被称为灵腐蚀 到了这个层次 本命腐蚀便拥有了灵性 这一层次的强者 心念一动便是山可翻 还可覆 灵腐蚀之后 同样还有着更强者 只不过 那个层次 就连我都是只敢心怀敬畏 不敢奢望啊 你可想变得更强 大师 您要教我修炼之法 眼下正有一次难得的机会 你可听说过福尸塔 福尸塔 你可想变得更强 是 Used 优优 dich 涅槃境强者的幕府 这倒是有点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涅槃星